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大温运输十年远景大季的第二阶段计划 昨日顺利获得市长议会通过 运输连线指 准备好为公共交通带来前所未见的服务改变 不过在投票前一刻 市长议会也突然提出通过增加汽油税 由原来每公升征收17分增加至18.5分 而省府也预料会在明年春季的省议会上 引入相关法案 让大温可调高盖税 运连纸 十年远景计划是大温历史上最大笔运输 及公共交通的物资 第一级第二阶段计划会为巴士 加空列车 主要道路网络和将来发展计划 做出重大改善及投资 改进包括增加75条巴士线的 90万个小时的服务时数 在2019年先加设5条B-LINE巴士快线 然后再给列治文及速理 另外2条B-LINE巴士快线 架空列车迁徙线的百老汇沿线 也在计划之内 它会沿百老汇加长6个站 另外 世博线及迁徙线服务会增加40% 和有203卡新列车会加入或用来更换旧车 加大线的服务也会在2020年起扩充服务时段 市长议会主席本拿比市长科瑞银表示 批准该项历史性计划是基于去年运输服务 透过第一阶段带来的显著动力 服务增加协助推高乘客量 而增幅更属北美领先 十年大季第二阶段计划预算将73亿元 投资到大温区的运输系统内 联邦政府和卑诗省府 以史无前例的承诺会负责相当大的部分 联邦会为第二阶段的资本开支拨20亿元 而省府会拨25亿元 预连指 为了能够好好利用来自两级政府的拨款 系统及大温需负责余下的部分 而收入来源可以是来自区内政府 借贷和估计的将来收入等 如透过大温区域基金得来的汽油税收入 市长议会昨日开会 就十年大季第二阶段计划进行投票 但在投票前 柯瑞银提出每公升加汽油税1.5分 并获通过 加汽油税会在2019年春季实施 使大温区内的汽车燃油税 由限时的每公升17分增加至18.5分 料每年可给运联带来约3000万元收入 运联估计 加汽油税会使每部平均汽车 额外多付24月1年 第二阶段计划的内容 集资方式早在3月曾公布 但当时未有提及加汽油税 Kurin表示 省府在上周开始 非正式地通知各市长 增加汽油税是市长们 可用来集资的其中一项选择 而正式的通知就在开会前一天才收到 第二阶段计划原有的其他集资方式包括 公共交通系统的车费会加5分至15分 加价会在2020年及2021年实施 但这只是两年加车费2%的其中一部分 除乘客外 驾车人士和业主也会受到影响 应计划也会加停车税和物业税 停车消费税会从2019年起加3% 税率由21%增加至24% 以平均一小时停车需5元为例 会加价15分 地税的影响是每年平均每户多付5.5元 这项从2019年开始 另外 住宅地产项目的开发费也会增加 新住宅单位的开发费会加300元至600元不等 按单位的类别而定 计划也预计扩充服务后乘客量会增加 从而带来16亿元收入 另有新架空列车系统基建的商业收入 如来自零售、拍戏和光铅 运年于第二阶段计划中指 原有集资方法的收入 从2019年起每年为计划带来4300万元资金 但这只是第二阶段所需资金的5% 加汽油税仍要得到省府的批准 而于运年昨日发出的声明中已包括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罗品珍的回应 他说 为了协助大温区旧计划集资 卑诗政府承诺会在2019年春季引入法力 以确保可让大温区将汽油税加市每公升1.5分 他指以现实汽油价计算升1.5分相当于加约1% 而汽油税是2012年以来从来没有加过 加拿大税务局CRA周四公布一项研究报告 估计加拿大人在2014年向联邦政府 必交多达8亿至30亿元海外个人入息税 税务局在研究中指出 损失的税收占当年个人入息税额总额的0.6%至2.2%之间 到目前为止 联邦政府收到的税款比2014年应收金额少达146亿元 应收税款额是按照每个人都如实履行纳税义务的基础上计算 随着税务局持续进行研究 预计数字差距将会增加 税务局的下一份研究报告将重点关注国内和国际企业 相信从中可首次估算到加拿大整体税收缺口的情况 沃金投放更多资源分析及打击逃税 从而得出今次公布的数字 税务部长勒布蒂叶发表声明称 大多数加拿大人已交纳了他们理应交纳的税款 他们希望政府向那些试图逃税的个人及企业追索税收 税务局周四指出 2014年至2017年间进行国际审计后得出的结论显示 少收的入息税接近11元 而少收的附加税为2.84亿元 在这个过程中 税务局对370名个人 200家公司和少量新托基金做出评估 税务局经营分析发现 加拿大人在2014年赚取90亿元海外收入 并在外国持有总共价值4290亿元资产 据报道当中大部分都在美国和英国 加拿大警方发现 温哥华已经成为华人不法分子洗钱的天堂 他们同本地其他异族的毒品犯罪集团相勾结 利用赌场的漏洞 在过去的数年间将高达一元的黑钱洗白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本周早些时候 BC省司法厅公布了一份名为 《肮脏的金钱的》调查报告 揭露了华人不法分子洗钱通过赌场的黑幕 BC省司法厅厅长尹大卫表示 由于前任政府的疏忽和放任 华人在赌场洗钱活动越来越猖獗 以劣质文核实赌场为例 仅在2015年的某一个月 就曾收到了1350万元的现金 其中有人一次带过来进50万元现金购买筹码 大部分是面额20元的钞票 司法厅曾就此事做过一些调查 并偷拍了数段视频 尹大卫估计在过去的数年间 至少有1亿元的黑钱通过赌场购买筹码的方式被洗白 很多人以为洗钱只是富豪转移资金的一种方式 不是什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危害 其实大错特错 这份报告揭露 华人不法分子洗钱的背后 往往同跨国黑帮和毒品交易有联系 报告又引用澳洲McCarrie大学教授John 讲述所谓的温哥华模式洗钱过程 根据该模式 一个中国公民希望将财富从中国转移至加拿大 会首先从加拿大街头人手上借一笔现金 随后证明中国人会在赌场内 以这些现钞兑换筹码 堵掉其中一小部分 并将剩余的一大部分兑换成更大面额的钞票或是支票 这样黑钱就被洗白了 众的研究表示 温哥华是华人犯罪组织的活动中心 在温哥华洗干净的黑钱 除了通过地下钱庄进出中国之外 还流往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等地方 报告还指出 华人洗钱活动猖獗 同赌场出现制度性的败坏很有关系 该报告并提出48项建议堵塞漏洞 包括成立赌场警队等 希望当局能够打击这类不法行为 父母们总是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一些豪门家庭更是满足孩子提出的一切要求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最近 温哥华就爆出了一个案子 一个衣食无忧的富二代 在家中亲手杀死了父亲 只因为父亲拒绝为他购买法拉利 犯罪嫌疑人Alexander只有22岁 是父亲60岁时的老莱德子 所以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中 吃穿都是最好的 2015年 当时的Alexander只有19岁 为了向豪车傍身的朋友炫耀自己也有豪车 被父亲拒绝后 他偷偷盗用了父亲十多万加币 为自己购买了一辆二手法拉利 之后父亲发现钱丢了 儿子的车也买了 就要求他把这辆车送回经销商处 父子二人就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争执 随后趁着父亲背向自己 Alexander竟从身后掐死了父亲 并在朋友也是本案目击证人Sami的帮助下 将父亲的尸体搬到了床上 检察官在本周三庭审上表示 就我看来 这起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动机非常纯粹 就是贪婪 他想买车 虽然形势鲁莽 但是他有意图和动机的 虽然Alexander声称 在二人争吵过程中 是父亲先生气 朝他吐口水还打他 他是处于自卫才杀人的 不过检察官驳回了被告这一说法 称他向警官和其他人撒了谎 其本人的信用也非常低 反而是目击证人Sami的说法比较可信 被告律师还指出 在被告成长过程中 长期遭受父亲身体虐待 是争吵过程中导致父亲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且父亲和母亲婚姻关系的破裂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认为 在与父亲发生争执至其死亡过程中 他的当事人是处于自卫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被告有谋杀自己父亲的意图 目前针对这一案件 法官尚未做出判决 不过不管结局如何 这件事都可称为是一个悲剧 而这悲剧则来源于父母对孩子的过分溺爱 有许多人找工作的时候 会在网上寻找工作机会 但就算是正规的招聘网站 也可能陷阱重重 最近大多伦多地区一名女子在求职的时候 就差点上当受骗 据Global News报道 这位女子Nancy住在多伦多市以北地区 前些日子 当她通过知名招聘网站Indeed寻找工作机会时 看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招聘广告 广告上写着要招聘一位行政助理 每小时薪资32元 对于有几年没有正式工作的Nancy来说 这个薪酬是不错的 于是她联系了对方 但渐渐地 她觉得招聘的男子有些古怪 这名男子自称在温哥华 她不愿意进行电话或面对面的面试 只是通过邮件与Nancy联络 Nancy说 后来这个男子问她 是要通过支票收钱还是直接存款 这时Nancy开始觉得 这件事有些蹊跷 6月中旬的一天 Nancy收到了一张邮寄来的支票 支票金额将近3000元 Nancy说 她不确定这支票是不是真的 对方说 这笔钱是让她去购买一些办公用品 后来Nancy还是不放心 根据对方留下的电话号码 直接打了过去 这名男子之前告诉她 自己是温哥华的一名摄影师 名叫James Friesen 当电话接通后 Nancy确实找到了Friesen 但Friesen却说自己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招聘广告 Friesen告诉Global News 她最近收到了十几个类似的电话 都说在Indeed招聘网上看到她发的广告 Indeed网站对此事尚未做出回应 据Global News表示 类似的招聘陷阱已经屡见不鲜 对方可能会先给求职者一笔钱 接着要求求职者把这笔钱转给其他人 最后求职者通常会被银行告知 当时收到的对方给的支票是假的 这时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 据约克区新闻网报道 约克区女子Daniela有钱好好庆祝加拿大国庆了 因为她只花了一家元 买Incore中了十万奖金 这位幸运女子家住Noverton 喜仲上周六开出的Lotario 据悉她是在一家Pharmacy买的彩票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